大家好 上面几节课了我们一起了解了PHP中的这个PDO扩展的这个使用 这一刻呢我们开始来一起了解Memocache的使用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 Memocache现在已经成为Facebook、Nixi等众多服务 提高web信用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软件了对吧 我们很多朋友大家应该都用过Memocache 许多的web应用以前都是将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 然后我们的应用服务器从中读取数据并在浏览器中显示 但是随着数据量的增多以及请求量的增大 访问的集中 它就会出现数据库的这个负大加重 它的响应就比较慢了对吧 那这个时候网站显示就延迟 那 这个时候 就该我们引入了这个Memocache Memocache是高性能的分布式内存缓存服务器 一般的使用目的是通过缓存数据库查询结果 减少数据库访问次数 用来提高动态web应用的这个速度 以及提高它的可扩展性 对吧 目前使用 Memocache的公司很多 包括 百度 雅虎 Facebook 新浪 虽然新浪 用Reduce比较多 但是 他一些项目也在使用这个 Memocache 搜狐 豆瓣 等小米 他们都在使用Memocache 我在这里就不易列举了 与Memocache类似的软件 还有一个是TOKYO 它的它的区别在于TOKYO它是能 把这个数据存到 文件里面的 而我们的Memocache 是把这个数据存到内存里面 如果 机器荡掉了 它需要 预热数据 也就是要重新来 而TOKYO 它是直接可以 存到文件里面 重启是 不会多大影响的 另外 就是有一个新浪开发的这个 Memocache DB 这个 我还没怎么使用过啊 但是 可以从这个名字看出来 它是能把数据文件存起来的 当机 应该影响不大的 Memocache之所以这么流行 它 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 是它的协议简单 基于CS架构 第二个 是基于 LibEvent的这个时间处理 第三个 是自主内存存储处理 它是按照预先规定的大小 将分配的内存 分割成特定长度的快 用来解决这个内存碎片的问题 并且它有这个数据过去方式 这个LRIU 对吧 Memocache 它不会监视 记录是否过期 而是在获取数据的时候 来看这条记录是否 它的这个时间戳 检查了是否过期 所以Memocache 它会首先使用 已经过期的这个 记录空间 删除最近最少使用的 记录的这个机制 当内存空间不足的时候 它就从最近未被使用的 记录中搜索 将它的这个空间 分配给新的记录 好 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 Memocache 它是如何安装的 首先 因为它是基于lib event 这个 时间处理 所以我们必须要装我们的这个lib event 这个 装这个lib event的话 跟其他的 软件一样的 gad 然后再是mac 然后mac install 具体的安装步骤 因为我已经装过了 我也不再演示了 这个网上一搜 大家都知道 对吧 然后装了lib event 之后 就是装我们的这个Memocache 装Memocache 刚才这里 gad完之后 少了一个config的这个执行 也是一样的 先下载 然后就 config config的时候 无非就是指定一个 安装目录 对吧 我们写个pass install 然后再是mac 然后make install 这是我们的圆满安装 如果ubuntu的话 就是 sudo if gad install Memocache 这样就能安装了 安装完之后 它的启动有这么几个参数 我们一般启动是这么启动的 我们 第1个参数 第1个参数 它是说明这启动是一个首付进程 然后 然后-m 这也是他 这也是他默认的端口 这个端口我们可以指定 建议呢 是1024以上 对吧 因为1024以下都是系统要使用的 然后这个 刚次呢 它就是表示最大运行的这个并法连接数 默认也是1024 这个 杠大写的P 就刚才已经说了 它是这个Memocache的这个PID文件的这个路径 我们可以 在一台机器上启动多个Memocache实力 主要你内存够的话 也不担心这台机器当机大量的影响的话 对吧 好 来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 像这个 这个我就启动了一个 112112的这么一个实力 对吧 那我再来一个 我要它接听 11212 这样 通过这两个命令 我就可以在我的机器上 启动两个端口的这个实力了 好 我们简单看一个 来 我通过Telnet连上我的这个Memocache的服务器 127.0.0.1 对吧 然后 11211 看 现在它就等到我瞧命令了 假如 我set一个 好吧 名字 来我60秒过期 然后 我存我自己的名字 4个字节 它输入 看 已经存储了对吧 然后我获取我的名字 看 它告诉我 已经获取成功了 是0.1 在装完Memocache之后 因为我们主要在PHP里面使用 对吧 Memocache软件已经装成功了 我们也会启动了 并且我们会在一个服务器上启动多个实力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就是装这个Memocache的扩展 让我们在PHP里面可以使用 对吧 那 装Memocache扩展 这个包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 就是减压 是吧 我们把下载的这个包 减压一下 因为我在我的环境已经运行过 这样一路敲下来 基本不会出错 然后结合完之后 我进到这个目录 然后再执行我的 PHP上案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就是config 它已经生成了这个config 然后我在config的时候呢 就指定我的PHPconfig这个路径 这个每个人的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最好是 填上自己的 我这里就直接写个Path2 好吧 然后 config执行完之后 这里好像写错了 C1 FIGUI 没错啊 然后再次make 我们注意make完之后 看里面有没有报错 对吧 然后再次make install make install的时候 注意这个账号 有没有这个权限 有的话就OK 然后它到最后装完之后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扩展 已经放在哪个目录了 对吧 这样就表示我们这个扩展成功了 然后紧接着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PHP的RNI文件 然后看我们是否有我们这个extension memcatch memcatch 点so 这么一个这么一行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把前面的这个分号给去掉 把这个注射打开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添加一行 对吧 然后添加完之后 那就是重启我们的这个PHPFPM了 或者是重启我们的这个 APA企业也好 PHP也好 对吧 反正把PHP服务重启一下 然后重启完之后呢 如果是web方式 我们就通过PHPinfo来看一下 我们PHP里面是否已经把这个扩展装好了 如果是命令行呢 我们就直接PHP-M 然后group一下memcatch 看我们是否已经安装成功了 来我到我的这里 试验一个啊 PHP-M 我们首先看执行一下 你看 他会把我这个扩展这个模块全部打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已经在这里了 memcatch memcatch 对吧 都装了 还有myshooki啊 pdo啊 对吧 mango啊 都被我装上了 我装的挺多的啊 因为我本地的机器的话是个开发机 所以 有时候想什么 我就装什么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memcatch的这个安装 对吧 对吧 对吧